现在看龙洲比赛也可以做公益 苏澳镇公所特别结合了地方产业 在6月9号龙洲比赛的当天举办义卖活动 而索德会全数捐给华山基金会 所以公所就欢迎民众在端午节当天 来到南方澳第三渔港共襄盛举 让过节变得温馨有意义 为了让端午节的龙洲赛也能很温馨很有意义 苏澳镇公所特别结合地方产业 在当天举行义卖活动 并且将索德全数捐给华山基金会 来照顾弱势的独居老人 认识苏澳的一个大转盘 我们也送一些折价券 让这个活动也充满了碗头 另外刚刚讲过的所谓的爱心 送发票 我们送苏澳地区农会的冰淇淋 冷泉冰棒 让这个爱心出头 我想每个人到端午龙洲 到南方澳港来观赏 我想除了吃头看头玩头 还有爱心出头以外 大家看了都会拍手叫好都会点头 此外活动的现场也会举办 捐发票做爱心请吃冷泉冰的活动 民众只要捐出两张五六月份的发票 就可以获得一支冷泉冰冰 五月份到六月份的任何发票不限金额 只要捐献在投在我们这个发票箱里面 我们全部都会送给华山基金会 另外我们对一些产业界所提供的一些他们的产品 我们进行的意卖 所得到的所有的金额的经费 我们全部都送给华山基金会 让他们能够把它作为那些失智失能的 那些老人在服务的时候有经费的来源 用那些五六月的发票来往我们所谓地区的两千冰箱 也是要配合公司这个有意义的外档 我们两位的冰箱都用在地配合在地的农产品 还有蚝蚝 金属 丁丁这些农产品可以做的 我们两位冰品 两千冰品 在我们消费者也受到很大的肯定 荣州赛当天白米社区也在现场推出路上目击行踪 默契大考验的活动 欢迎亲子一起来体验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